6号?勇俊齐心赢了吗? 没有!上次跑第四 跑千八米 勇俊齐心有费 跑千八米 赢过的买一二三四五九 一二三四五九 上次成绩是2号7号 6号跑第四 边线 上次第四,前次第七 前次第二 近期有一个第二 一个第四,一个第七 最近有三次 六次赛职有两个Q 确是没得赢 6号骑士是杨明伦 7号就出了一阵 已经走了几个圈了 已经 封盛多彩 上次赢了出来的 现在10倍 7号最厉害的第三 但锦绩很好 封盛多彩10倍 后面是8号 郭大俠 郭大俠六次很好 有两个Win 这里六次有两个Win 也是这一只 以及生生福云 7号骑士是7档 欺威心 封盛多彩 8号叫郭大俠 有个看1号 一号多好 六次赛职有一个第一 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神州飞驱 但上次跑很后 前次第六 再前次第一 近期就不好 2号 加弹大热门 叫做 滿在归来梁家俊 容天鵬 好像热了些 为什么这么热 满在归来 六次赛职很好 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一个第二 两个第三 一个第四 一个第五 全部从前五名回来 上次第二 前次第一 都挺好 一百多磅 一百三十五磅 加弹三倍 三点九 加弹三点九 四号 赛职是二号 最好的 六次 摊出来 六次 全部在前五名 线路青英 董明朗期 现在夜二倍 线路青英 上次十多名 前次第九 再前次第七 是四号 赢过一半 赢过的就是 一二三四五九 这一款有份 有骑士是董明朗 线路青英 灰马 五号 现在这一款是乐天派 潘顿 五倍 五十九 六次 六次 有两个第二 一个第三 一个第五 上一仗 跑到了很厚 前次 就是 第八 再前次第二 如果不是潘顿棋这些十几倍 5号 多少磅啊 134磅都是重磅 三档 去到8号都是130磅或以上 9号开始轻了 126 所以如果买小号都没什么所谓 哪一只负绑重哪一只负绑轻 8号叫做国大盒 六次彩职有两个第一 没有第二没有第三个 要是行 要是不行 8号的骑士就是艾道娜 8号 5当 9号也叫做生生福运 9号就上次第8 前次第4 再前次第1 再前次第3 严格说起来 最近三次有一个第1 一个第4 是上一仗跑第8 不是很好 生生福运 蔡明少骑 9号赢了 9号赢了 那本路程 是上一仗不好 10号 10号就叫做钻石福藏 上次第6 前两次都第三 就是说 最近三次有两个位置 10号仔 何永连 近迹来说 哪一只最好 最好2号7号 2号上次跑第2 7号上次跑第1 10号就上次不多 但是前两次也好 前两次也好 斜颤衣服的这一只 钻石福藏 怪兽的这一只 11号怪兽豪盒 怪兽豪盒就是上次第5 前次第9 开始近了 35倍 但是 都没试过有位置 排队 最近都是第4 11号怪兽豪盒 骑士是潘明辉 潘明辉 上次星期六 在尾场爆冷门 赢了两个美丽 没什么压力 没什么压力 向前跑 这样就被他赢了 12号叫做 聶狐者威 六次赛职最厉害 第3 上次第7 所以 88元 是 叫做 热了过分点 可责要 骑士很轻磅 档位是四档 12号 12号很多飞 12号 最厉害入了Q 12号 今天无辜多飞 因为近期都是七七八 7号 现在拍着这张 封城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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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跑第一 六次赛职一次第一 封城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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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就是 梁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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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威心 12号 无辜多飞 就是 何宅瑶 何宅瑶 就是 最厉害的 是入了Q 都没赢过 这位 是杨明伦 对吗 杨明伦 杨明伦 他叫做什么 什么路 快路 他叫做 Fellow 他叫做 很厉害的 很厉害 这次是隔晚 第二本的二号仔 梁家俊 满载归来 2点8 隔晚 3点8 2号 5号 6号 10号 12号 25 6 12 是比较多人关注的 王志康要2号 蔡俊 12号 要蔡明啸 蔡俊佳 12号 10号 要蔡明啸 何明连 不是 何宅 要何明连 何明连 五兆全 要2号 10号 10号 是何人 10号是何人 十号是何人 如果是潘顿不骑 就有十多倍 至少 杨明连 绿色衣服 勇俊齐心 上次第四 前次第七 勇俊齐心 本来没有赛职 Janny喜欢7号 2号 我要2号 7号 7号 5号 7号 要潘顿 然后 要董明朗 灰马 线路 青鹰 我要2号 7号 Janny姐要7号 2号 2号 满载归来 越远越远 25元 骑士 梁家俊 多数都是他主理开 1800米 交给集池 2号 全步马不准备 堂堂透唱 賽事5班千8米的路程 大致暂时显示 是2号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集的马 有这只勇俊齐心 1号 中间是乐天派的橙衣马 内南 满车归来 中档位置 还有风声多彩 外面怪兽 豪盒 就开始走上去 灰马一路在外面 线路青鹰 大约跟着 内南 第七 第六七位 在外面 5匹马 各大盒 穿红 穿红 线路青鹰 后面的5匹马 各大盒 穿红衣 尾5 尾4 橙衣 是乐天派 后面三只 神州飞鞋 外面 黄武尾子 鑽石复杖 生生复运 暂时殿猴 去到对面 直路中段 怪兽豪盒 还有大约半个马威的优势 中间位置有 线路青鹰 灰马 内南 第三 就是满载归来 外面第四位的马 六三 就是这只勇俊齐心 第五 黄三 就是聂胡姐威 第六位还有风盛多彩 外面踩油 生生复运 再看到内南位置 还有各大盒 尾4 尾3 就是乐天派 后面两只神州飞鞋 黄武 扔出去外面 就是钻石复杖 好 直路前面透出的 就是这只怪兽豪盒 看到外面 聂胡姐威 限了很多位上来 中间位置 还有本载归来 中间还有紫色头罩 就是这只勇俊齐心 外面位置 风盛多彩 中间还有这只 就是乐天派 大碗堂上来 还有一只钻石复杖 最后一百米左右 透出还是满载归来 外面上来有乐天派 最初还有钻石复杖 接近中间第一名 乐天派 在中间 橙衫那一匹 外面追上来 钻石复杖 里面 满载归来 至于跑第四名 是风盛多彩 结果这场赛事 五号就是乐天派 中间就出头先 小小头愕愕的 外面追上来 有钻石复杖 里面 二号 紫色眼罩 是满载归来 跑第四名 是风盛多彩 五号的乐天派 保出来跑的 潘顿 先不透透 最后 5.7倍 第二名 外面有钻石复杖 十号 里面有满载归来 拍照 第四名 是七号 风盛多彩 十号 赢了二号 二号 在末段的时候 反应不太好 不够力 他在内南 走出去外碟 那个路程长了 这是梁家俊 我买了这个 叫做 满载归来 接着 那只叫什么 怪兽 Viva Viva 那只叫做 潘明辉 在前面带头 然后 线路青鹰 四号 董明朗 灰马 董明朗 和潘明辉 在前面 梁家俊 在里面 在里面 这个位置一直保持 都是 转直路 都是这个位置 5号 乐天派 是蓝色咒 我现在镜头不拍他 在这里 蓝色咒 一只 风盛多彩 七彩 三个就在这里 在后面这些马 可以赢 后上 现在还是潘明辉 在前面 董明朗 第二 梁家俊 第三 你看他转弯 其实位置挺好的 但他一走到外垫 那里 那个弯位大了 明显地落后了 在那个位置 潘顿 蓝色 在这里 5号 这次马赢得 现在在尾三 梁家俊 现在转弯 你看他转弯 如果贴着 反而机会好些 他走到外面 这个弯 转得很大 转得大了 落后了一个马位 给前面 他打上去 他好像没什么力 这样 撇一撇 就开始打直 就开始冲 了 潘顿的蓝色 就 潘顿的蓝色 就在这里 在这里 冲上来 而有四只马赢 一起冲 七彩那只 就跑第四 10号跑第二 应该斜坚 这只 应该跑第二 5 12 7 10号 10号 回来先 2号 7号 没钱收 5号 34 元 2号 5号 34 元 2号 10号 副帐 20号